呃 这酒现在的拍卖价格八万六千块钱左右 八万六 我要是多买几瓶拿到这边来卖的话 那岂不是发了 哇 发大财了 发大财了 虎逆抱着一堆他收集的小东西 一块传家宝玉 和一把香五颜六色宝石的匕首 一个盒装酒 找苏浩帮忙鉴定价值 苏浩哥 咱俩是同月同日出生 真是缘分啊 说吧 又需要我帮你什么忙 苏浩哥 你给我看一下这些东西有没有价值 还有这酒家里藏了好久了 你看一下过没过期 还能不能喝 又是剪的吗 虎逆已经不是第一次 让苏浩鉴定一下东西有没有价值了 这酒就没有过期的说法 藏的时间越久 价格就越高 呃 这是七四年五星台 三大革命 现在的拍卖价格八万六千块钱左右 苏浩仔细地看了生产日期跟地址 为什么这些地址都能查得到 就不能查小丫头汤那边的地址呢 难道汤是一个疤 八万六 就这么一瓶能卖那么多钱 那我去跟人换一些酒票 多买几瓶拿到这边来卖的话 哇 那岂不是发大财了 是这个价格啊 苏浩把塑料袋给打开 看到了里头的一个葫芦形满绿的吊坠 拿出来对着电灯一照 里头还能看到一些翡翠的结构 色彩均匀 还泛着荧光 满绿的玻璃种还挺值钱 嘿嘿 虎逆 你这东西得好好保存起来啊 能指我一栋别墅楼了 这是我家传家宝 传给我以后上门丈夫的 原来我家是这么的有钱吗 为什么是你招上门女婿 你家不是有男丁吗 难不成兄妹俩不是亲的 虎逆家只剩他一个人 所以得招个上门女婿 我也不知道呀 我妈妈说家里的地是我的 我哥到时候娶老婆 就重新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起房子 哎哟 啊 苏昊在把玩 那把匕首认真地听着虎逆讲话 一不留神 刀尖戳了一下手指头 两滴的雪珠子 就滴到桌子上的葫芦肥肥肥 哎呀 这匕首锋利得很啊 要不要紧呢 虎逆立马从纸筒上面 抽出几张纸 就往手指头一按 没事 其实就跟打针差不多 就前头疼动一下 现在都不疼了 苏昊用纸把雪子擦干净 只看到一条浅浅的划痕 他拿纸巾想擦去翡翠的污渍 嗯 奇怪 明明看到全部血都滴在上面了呀 怎么突然没有了 贴点纸屑的 没什么事了 东西先放在我这里 叫上柚子和古南城 我请你们吃晚饭 回来再还给你 弄好一切之后 苏昊把东西都锁进他的柜子里面 拉着虎逆出门了 四个人走在街上 苏昊跟柚子并排走在一起 哇哦 不错 好伤心 为啥没人看我 我太难了 大概咱俩颜值不够 我得去买一些比较休闲一点的衣服来穿 自从上班之后 除了西装衬衫 就是衬衫马甲 趁着这个功夫 给兄妹俩多买几件夏天的衣服 好久都没见兄妹俩穿过新衣服了 苏昊几人进了一家运动品牌店 这家店里从里到外都有的卖 古南城一进来就直奔鞋柜 他训练的时候就特别的费鞋 今天全场小书买单 我得好好选一双新一代 你俩也去挑几套 这里的鞋子穿起来特别的舒服 不管是运动还是走路 一点都不勒脚 这兄妹俩一进来 就坐在休息区等着 这让我情何以堪 不用 家里有 虎妮曾经买过一双20块钱的跑步鞋 穿着脚疼的步行 还不如他的千层底部鞋呢 这里的鞋子还不错 你们看南城一进来 就乐颠颠的去挑东西了 都去挑吧 我这一年到头赚了不少钱 女朋友都没一只 只得花在你们这些小的身上 人是论个 不是论知的 那我把那瓶酒送你 今晚我跟哥哥的衣服鞋子 你给钱咯 行 都去挑吧 多挑几件 我去楼上南庄区 挑选我自己穿的 好 那我去挑两身好看的 虎妮跟柚子来到古南城旁边 我跟你说 这双鞋的马子我找了好久 今天他们竟然补库存了 那我还不得赶紧拿上 今晚不打游戏是正确的选择 这可是我心心念念大半年的新款鞋 当时网上都卖断马了 太凶狠了 挺好看呢 多少钱 我给我哥拿一双 有没有三十七码的呀 这个五千三 这鞋买回去岂不是得供着 这买回去穿在脚上 岂不是得心疼得要命 难不成这是用金子做的不成 这个我买回去还真是供着的 就是收藏 这店里面三四百块钱的鞋子也很多 咱去挑啊 古南城拉着两人一起挑选 虎妮和柚子 各挑了两套运动套装 和一双运动鞋 怎么才挑了这么一点 你看我挑了十几套呢 小姑娘手里的衣服 再加一个奶绿色 从小马到大马拿三套 鞋子同款不同马属 拿多两双吧 苏浩哥 你这样买 我们衣柜都放不下了 行吧 把这些全部包起来 刷卡 兄妹俩 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跟叔侄俩告别回家去了 苏浩同志 你是不是对他们兄妹两个人太过好了 你该不会是个弯的吧 看上了柚子 嘿嘿嘿 那两个人哪带着 虎妮今晚带了一瓶八万多的茅台送我 嘿嘿 卧槽 你可真是占了个大便宜呀 这点东西哪里够 得补钱给他们 你说你也不喝白酒 你把那茅台卖给我吧 钱补给他们 那兄妹俩佛系得很 东西不懂总是便宜乱卖 小叔现在产业那么多 光收租每个月都不知道有多少钱了 还收人家小姑娘的东西 对 不要脸 不给 我自己留着 东西帮我拿进去 我先去睡觉 半夜 苏浩正沉浸在梦乡 突然感觉身上又冷又饿 他想睁开眼睛又睁不开 以为是阿飘压床 只得沉下心来感受着 蛙鸣 风声 饥饿感 滚烫又蜷缩的身体 这次的梦境还挺有真实感的 之前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恐怖梦境 除了恐怖还是恐怖 这个梦境竟然还会感觉到饿跟烫 这时他听到一个声音 一直在喊着 神 神 这个声音虽然沙哑 可是听着应该还不太大 还未到变生气 吵吵个屁眼 你个没人要的兔油瓶 还渴死我姑 我打你个兔油瓶 苏浩感觉心口一疼 还有我去 做个梦做得这么真实 连挨打都能身临其境 我可真是太服气了 虎妮一边吃着早餐 一边拿着柚子 连夜弄好的宣传单 看得乐不可知 咋的 你看不明白 简单明了 下面还配上讲解的文字 就算我不识字 上面画的公鸡母鸡 我还是分得清楚的 在虎妮的建议下 柚子把他们村子要卖的鸡 鸡蛋 农作物 以及徐春生 他们要卖的食物 都画上去 那就行 我等会拿去给村长看一下 我拿去就行 我先走了 等会 你回来的时候 顺带去大伯家和一大叔家 通知他们晚上过来分钱 顺带跟四哥说 让他带我上一天宫 咱山谷里种的瓜果 都摘得差不多了 我昨天已经跟赵老板说好了 全部批发给他 他一会就过来了 好嘞 难得见 你这么早就过来了呀 这不是要找您打听点事吗 顺带拿我哥画好的宣传单 拿给您过目一下 虎妮把宣传单递给村长 您开会的时候 其他村的村长是怎么看待集市这个事的 虎妮想知道这个问题 然后决定他们要带的东西是多是少 这主意可真不错呀 这只硬邦邦的 得费不少钱吧 这东西算便宜给人家是不是得亏呀 村长看着宣传单上写着 买一件衬衫捡五毛 买两件衬衫捡一块 这得有多大的家底才敢这样败 还是太年轻了 不会做生意呀 您放心 咱做不了亏本的买卖 咱这集市都有多少年没开了 这价格就比镇上便宜了那么几毛钱 第一次就当吸引人过来 最多就赚少一点 这衣服在现代工厂做 也就七八块钱一件 如果换算到这边也就不到一块钱的成本 镇上的诚意加上布票三块五 四块钱不等 说的也是 别的村可没咱们村的人有魄力 他们这一次肯定就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不敢有什么大动作 那宣传单没问题的话 我让我哥多画一些 我们大概会弄出个五十张出来 给您报备一下 村长看着纸上面的痕迹 虽然有点墨水的味道 可是绝对不是用手画的 行吧 这张留给我吧 柚子兄妹俩觉得 这些可能会危害到村里的事情 得先跟村长说一声 不然到时候出点什么事情 措手不及就麻烦了 村长站在院子里面 看着那个渐渐走远的身影 然后低头又看着那张画满图案的A4纸 大伯 新华雅 村里不忙啊 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 平常的时候 村长很少会叫他大伯 主要是为了避险 这军家的小子给了我这个 想要在集市上面打出个响来 村长主要是怕这个影响范围太大了 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嗯 独测 有想法 这猛的一看好像是个赔本买卖 仔细一看的话 李涛也能带动其他东西 你只看到衣服少了价钱 可没看到其他东西都提高了一点价钱 这样算下来其实都不亏 这生意头脑机灵的 就像是商人出身的姑爷一样 你去找老陈 把这一页东西刻画下来 弄成火板印刷 到时候要是有人调查的话 就用这个去应付 哦 那大伯 我先走了 老知书看到转身离去的侄子 垂下眼眸又陷入了回忆 当年整个山寨老弱妇孺 全部转移到别的地方避难 一百多名青壮年 下山抵御外敌 在泡河前下 他被大当家固在身下 只伤了一条腿 可其他人无疑幸免 全部都牺牲了 本来看着半残的腿 他也想一死了只 看着没了生息的大当家 想到他平日里最疼爱的就是小姐了 从卫下过山的小姐 带着体弱的孤叶去逃难 也不知道会怎样 那时他一股脑的就想要找到他们 继续跟在他们身边照顾着 可谁知道辗转反侧 又回到了山下这个村庄 紧赶慢赶 还是慢了一步 因为干旱缺凉 很多人都先走了一步 只留下当年那些长大成人的小孩了 就连小姐最大的孩子 都已经十来岁了 爷爷 你怎么哭了 老知书家的孙子 从礼物出来 看到自家爷爷脸颊上面 全部都是泪水 是沙子糊住了眼睛 爷爷眼睛疼得受不了 才流下眼泪的 苏宾站起身 一蹶一拐地往屋子里走去 五妮跟记之青上山抓野鸡 从小猴子手里 得到一块金黄色的矿石 哇 这该不会是黄金吧 看这样子附近可能有矿呢 五妮从村长家出来后 直奔大伯家 四哥 等会去上工呗 我哥一整晚都没睡 眼睛都睁不开了 行了 说好的一天一块钱 大哥 二哥 晚上上我家发财去 调皮 这丫头今年是看多了村里男人打牌了吧 主牌爵啊 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 还不得打断腿 是啊 三哥私房钱有多少 咱一起打牌呀 我保你能胜调底裤 年头的时候 虎妮看到村里男人在打牌 堵得也不大 都是一些干果糖之类的 当时兜里揣着他大伯的一包散烟 就上去跟人一起玩 那时候输得连烟盒子都没了 可他不服气啊 后来一直学技巧 最后爸爸都赢 现在那群老爷们都不敢跟他玩牌了 得了 你给我留条底裤 到时候我一条腿都没了 我谢谢你 开个玩笑子还当真了 俺爹可是亲自去村里 让那些人不要跟堂妹一起玩的 好不容易给他戒掉这个坏习惯 要是又被齐给引了起来 那我想命就难保了 虎妮看事情说完了 也就转身离开 去看看自己今天上工的任务是什么 巧啊 今天也是摸鱼的一天呐 那可不 我这观察了半天 觉得这份地 不需要花钱 请小娃子们过来帮忙了 一边摸一边干 都能干好了 晚上上我家分钱去 反正今天也没啥活 咱干一会就去山上玩玩 好久没去摘野果跟抓兔子了 这个提议不错 我好久都没去山上玩了 顺道多弄点东西拿去换钱 季师宇被兄妹俩带动着 也非常的爱赚钱 看着自己用情做换来的钱 她就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 那咱赶紧的呀 抓紧把活干完 咱就上山去 咱要上山找什么 呃 弄几个热菜 今晚来我家热闹一下 一起庆祝一下大丰收 那就来一个腊炒兔丁 口水鸡 再来一个酸菜鱼 加上一个凉拌土豆丝 季师宇基本上 把徐家几个做饭男人的拿手好菜 都点了一个遍 不错 这菜点得深得我心 两人聊得正欢喜 发现几只小猴子 站在树上望着他俩 哟 里面是不是有经常找你玩的那只小猴子啊 忽然虎妮的目光 被树上一只小猴子手里的东西 给吸引住了 季姐姐 你让上边那只手里拿着金色东西的猴下来 等季师宇把那只小猴叫下来之后 两人拿着那块金黄色的石头 面面相去 哇 这该不会是黄金吧 看这样子附近可能有矿呢 呃 不知道啊 得去给人家看看 咱先弄些野物回去吧 到时候要是黄金 哇塞 我只要在别人发现矿迈之前 先偷摸紧一点回家存着 那以后就再也不用干活 长大以后直接环游世界 取个高富帅 你可先不要美了 我记得有一种黄铜跟黄金差不多 可是它不值钱 季师宇想起读书的时候 有讲过黄铜沙金 都类似于黄金 可是它们密度不一样 跟黄金没法比 仔细一看 好像这块颜色是要暗沉一点 不过虎妮还是想拿到 线袋那边去检测一下 把东西揣在口袋里面 然后跟着季师宇一起挑肥肌 要不要带些猎物 过几天去集市上面卖呀 不要 钱够用就行 我一个知青拿那么多猎物 会被人怀疑的 抓一两只回去吃就得了 咱还得去河里抓条鱼呢 多抓几只吧 一大叔挺辛苦的 发个福利 再给麦东加一只 好嘞 中午的时候你跟我一起回家 我先把卖野鸡蛋的钱分一半给你 总共六十块钱 晚上你再过来 跟大家一起分卖瓜果的钱 行 所有人围坐在一起 讨论分钱的事 大伯 你猜一下今年能拿到多少钱 呃 这个数 前三年 果树基本只有投入没有收益 西瓜第一年种的时候 因为天气原因 被晒死了没收入 后面从五十到一百 去年产量整整翻了三倍 赚了有三百多块钱 这没几年的时间 都已经能赚到好几座青瓦房了 也不怪徐志国见钱眼开 铤而走险呀 这可比上公赚钱多了 可太值了 嘿嘿 我不知道 账都是我哥算的 嘿嘿嘿嘿 今年成绩不错 地大叔从平常下肥打药浇水 跟参与了采摘 分一成的钱 既姐姐解决了肥料的问题 也参与了采摘也一样分一成 柚子没办法说 既是鱼有感野兽的作用 正好说肥料方面是他解决的 会比较好一点 今年里子的收购价 还是跟往年一样六分钱 一共九千斤 西瓜今年的收购价涨到九分钱一斤 一共一万五千七 其中减去一年的肥料钱一百六十块钱 就剩下一千七百九十三块钱 一大叔跟季姐姐一人一百七十九块三 虎妮拿出已经写好名字的信封 给了他们 这个是大哥跟二哥的 当初买树苗的时候 大哥跟二哥投入了一半的钱 平常翻地种植之类的 也是两人去的比较多 好了 他们这些正事工都已经算好了 咱们这些临时工也得算一份呀 四哥 那时候我答应你代工一天给一块钱 是啊 我干了两天了 爹说的没错 跟着堂弟堂妹有肉吃 我私人给你补到五块 我后天还得让四哥回去帮忙发传单呢 虎妮又拿出几张大团结 从他大伯开始发起 这段时间真的是辛苦了 拿着回去买点喜欢的东西呀 就当我俩孝敬的呀 徐志国刚想推回去 就被虎妮强势地压在手里 无奈指的收下去 罗昭帝倒是大大方方地收下了 现在要是不收 这两娃会从其他的地方塞回来 那这钱你别收我的 我的辛苦钱 得了 留着到时候逛集市吧 大家兜里揣着钱 心情都特别的激动 一时与妈妈大驾光临 看上了长相帅气的柚子 哇 有这种角色 你竟然没有心动 我刚下乡的时候 他踩到我胸口那么高 我试得多禽兽 才会对小孩子下手啊 第二天早上 虎妮拿着宣传单来到大伯家 四哥 一会帮我把这些宣传单 带到镇上去呗 让二伯二伯娘 发给他们的常友 嗯 到时候还回来不 徐红冰还是挺喜欢在这里的 除了有的吃 睡的地方也挺大的 镇上屋子太小了 他感觉不大方便 回呀 大伯这两天会很忙 你不得帮把手啊 这么个劳动力 不用来干活 留在镇上闲得发慌啊 那就行 我一会就骑自行车去 干活怕傻 有的吃又有的玩 我能一直干到开雪 一个身穿白色衬衫 加一条黑色阔腿裤的女人 拿着行李走在路上 这地方太远了 坐火车就坐了三天两夜 一直听闺女说 这地方多有趣多富饶 傻闺女肯定是干活太累出来幻想了 唉 总是听人说 北方地区土地富饶 可这地方也太偏僻了吧 最主要连拖拉机都没有 这也太落后了吧 傻闺女说 村里有牛车 可我在镇大门口等了老半天 都没有看到一辆牛车 或者旅车经过 只见徐红兵骑着自行车 从后头过来 她正好从镇上回村里 小伙子 问个路 徐红兵停下车 看着打扮过分洋气的女人 嗯 大姐啥事呀 你知道连山十一村 还有多远吗 哎呀 你跟记之亲长得好像呀 你是他姐姐布 徐红兵看着眼前这个人 看起来比家里的老母亲还要白嫩一点 就不敢猜是几只亲的妈妈 家里的姐姐妹妹说过 女人是最忌讳别人说她年纪老的 哈哈哈哈 我都四十多岁的人了 你认识我家闺女啊 孙秀锦上下扫射了这个年轻小伙子 高大壮硕 长得也挺端正的 看着性格也挺好 还骑着自行车 初步印象还不错 嘿嘿 是啊 替姐姐人挺好的 这人还比闺女小啊 不过闺女都已经二十二 都怪家里那帮吸血虫 阿姨 你上车吧 我刚好要回村里 顺路 孙阿姨 村里人在开会呢 季姐姐可能就混在其中 你到里面去找就行了 不靠谱的徐红兵 怕把车子放在一边 被村里的小孩给骑走了 把人放下之后 绝肠而去 这不管大小男人 都粗心大意的很 还好我不是什么腼腆内向的人 孙秀锦直接就往人多的地方走去 一路往人群里面挤过去 被扒住肩膀的徐下来 转头一看 这是上了年纪的季时宇 这人五官精致 轮廓分明 眼神炯炯有神 好好看呢 你好 季之清在右边那头树下 这人一看就跟季时宇有七分相似 不是他妈妈是谁 谢谢啊 回过神的孙秀锦 不好意思的道谢 枉费我年纪这么大 还被个小被迷住 罪过罪过 孙秀锦来到季之清身后 虎妮看着突然站到 季之清身后的人 我仿佛看到四十岁的季姐姐长什么样了 这该不会是姐姐的妈妈吧 季姐姐 你妈妈来了 虎妮 你可真会开玩笑 我妈在海市那么远的地方 哪里可能会到这里来吗 想骗我呀 我就不上当 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我那精致的老母亲 怎么可能会过来吗 虎妮不由地戳戳记事与的后背 嗯 怎么了 我天 妈呀 你可吓死我了 季姐姐 你妈大老远过来 要不你先她带回去休息吧 那我回去了 妈 你怎么来了 过来这边出差 顺带看一下你 此时从柚子和徐红冰 从对面走过来 红冰 柚子 会都要散了 去干嘛呀 嗯 季姐姐 这位是伯母吗 我们要去山上搞点柴火 你家需要不 我帮你背一袋回来 行啊 这是我妈妈 谢了 既是与转头 就看见呆愣住的老母亲 一时间才记起 这位的严控 可比虎妮严重多了 等人走后 她无奈地推了推自家妈妈 秀锦同志啊 美色误人呐 有这种角色 你竟然没有心动 孙秀锦本来以为 前都看到的那一个 就已经是不可多得的好看了 刚刚遇到的这个 简直直击她的心灵 那么高 那么白 见眉心目 棱角分明 主要看起来还不阴柔 这样的样貌 管她是不是乡下人 直接拉回去 改善一下家里的基因也可以啊 我刚下乡的时候 她踩到我胸口那么高 我是得多禽兽 才会对小孩子下手啊 她几岁啊 得九月份过完生日 才满十八 我的女婿人选又飞了 村里另外一个 长得比她逊一点的 今年几岁了 唉 妈妈啊 你这是在操杀心啊 那个比我小一岁 是刚才这个的堂哥 我还不是怕你太老了 没人要 你爷爷也不知道 怎么那么能熬 一天天的 总是做那些春秋大梦 哼 这几家老爷子 以前当过翻译官 退下来之后 还想跟以前打过交道的官 来千桥大县做个亲家 这老头要用济世宇 去给他的大儿子换个前程 济老爷子 育有三二亿女 他偏行老大跟老小 中间那个就一般般 济世宇的爸爸 就是中间那个 自家老头子就生一闺女 这就让守旧的老爷子觉得 我们家到时候 得靠大侄子来摔盆 觉得我们的东西 到时候都归大房所有 自家闺女学习好 长得又好 用来联姻再合适不过 这要不是孙秀锦娘家 实力还不错 丈夫也听她的 让济老爷子 没办法拿捏她 才让济世宇拖了那么久 没找到好人家 也不用等老爷子没了 直接让闺女在这乡下 找一个条件比较好的人家 到时候有机会再回海市 再好好扶持一下 谁知道 看好的几个 全部都比闺女小 唉 好了 妈 你看我这个独门独院 是不是很好呀 不错是不错 可会不会太偏远了点 哪里会 后头还住着人家呢 小虎妮跟她哥就住在那里 我累了 我想休息一下 好呀 我陪你一起 好久没有跟妈妈一起睡 我们都出来欢迎我妈的大驾光临 众人聚集在大伯家商量 明天去集市的工作分配问题 下午三哥四哥跟妮儿上去收点离子桃子下来 西瓜就拿两麻袋吧 明天好待到集市上卖 山上的野鸡蛋也能收了 其他几人挑眉疑惑 只有柚子知道 虎妮说的什么 她瞟了眼季师宇 把季母单独放村里也不好啊 要不让季婶子去山上 看一下美好的景色 丰富的山货 也不知道季姐姐有没有 把山上的奇遇告诉她父母 嗯 说啥呢 季师宇和孙秀景 刚跟罗昭弟在旁边聊天 没注意 听这边说什么 上山去捡鸡蛋布 带婶子一起去 季师宇立刻心领神会 我从未与母亲说过有这等奇遇 也找不到机会能明说 不如让她亲眼看到 自己在山林间的本事 也可以啊 好啊 兄妹俩带着两个堂哥 和季师宇母女俩 往后扇走去 季师宇已经把他们 在山谷私自种果树 卖钱的事告诉了孙秀景 闺女分道的钱 可是我们夫妻俩 在海市两三个多月的工钱了 怪不得闺女说 她在乡下的生活 就是在享受呢 这上宫出点钱 请小孩帮忙做 不会做饭 就拿点钱票 去别人家换饭菜吃 这里除了交通不方便 其他的还算不错 刚刚爬上半山腰的孙秀景 就已经喘得厉害 妈 要不我掺扶着你 笋子 我跟三哥拉着你吧 那谢了呀 柚子和徐红冰 一人站一边 扶着孙秀景往前走 被两个帅哥 扶着走路的感觉 真的很爽啊 这让我提前感受到 以后瘫了 对扶着的感觉 到了 这么快呀 这风景还不错呀 妈 这山山老林的 哪里有好看的风景呀 这糟心玩意 竟拆他老妈的台 沈子 我跟季姐姐带你去捡鸡蛋 让我哥跟两个堂哥 去山谷里摘果子 你们在山上还养了鸡 不是 沈子 是纯野生的鸡蛋 孙秀景一路上四处张望 都没看到 哪里有野鸡蛋的影子 小鸡们 赶紧出来了 自家傻闺女 看来是真傻了呀 突然之间 一只只昂首挺胸的野鸡 排着队走了出来 就见济世宇 跟虎妮熟门熟路的 去草丛里翻找 然后拿出一个个绿颗鸡蛋 就往背楼里面放 妈 你过来帮忙啊 这么听话的鸡 还说不是你们养的 真不是 怎么说呢 就是一到这里动物 就很听我话 说句不好听的 往山里一钻 我就饿不死 纪世宇眉飞色舞的说着 一时间默念好多动物过来 孙秀景刚想说吹牛 大的小的动物都露出头 老天爷 你把你妈妈给吓晕了 好家伙 我妈胆子不小啊 她在家还敢打老鼠呢 纪世宇赶忙掐她人中 那肯定是树上大蛇惹的祸 孙秀景悠悠转醒 哎呦 穷虾子啊 赶紧跑啊 弄完一笔人高 被一巴掌拍到 还不得骨头都断了 没事吗 我让他们都走啊 都回去 别出来吓人 没一会 动物们就都退走了 孙秀景颤抖着声音问道 你这 什么时候会的呀 上山的时候 心里默念啥就来啥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都不缺肉吃 不然你以为 寄到家里的肉干 都是怎么来的 用钱哪里能搞来 那么多好东西啊 孙秀景小心翼翼地看了 虎妮那个方向一眼 只见虎妮正心无旁骛地 捡着鸡蛋 就好像专门留个空间 给母女两个人聊天一样 这是知道的人多不 会不会对你有什么不好啊 就兄妹俩知道 都六年多了 也没什么不好的 那些小动物都怕我 我也不愁吃喝 你也看到了 我在这里小日子美得很 孙秀景想到这几天的所见所闻 对比海市的话 这丫头过得确实比较滋润又张扬 又不怕被亲戚教训 没个书女样 也不怕家里表姐妹互相攀比算计 也不用被逼着嫁人了 季姐姐留在乡下嫁人太浪费了 她就应该回到城市里面 做教师或者翻译员才符合 虎妮一听到嫁村里 立马就跳出来 不怪她反应这么大 那么多的狗血电视剧 可不是白看的 这门不当户不对 再加上三观不合 以后生活一起肯定总是吵架 嗯 那如果是上门女婿呢 孙秀景也不挑她的失礼之处直接问 想听听这古灵精怪的小丫头 有什么见解 婶子 不瞒你说 这有文化的心气高 能去入赘吗 这没文化一心想求富贵的人 能真心去入赘吗 这要是弄个狼子野心的 既谋财又害命 那就得不偿失了 虎妮把自己 从电视上面看到的内容说了一遍 这季姐姐家里看起来家境就很不错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好家伙 这小丫头说得我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 家里亲戚都没法搞定 再弄个尘世美回去 那岂不是嫌自己命太长了 赶紧把鸡蛋都挑了吧 不然等一下柚子他们都弄好了 就得回去了 即使语说完就去旁边捡鸡蛋了 嗯 我明天就得回去了 这丫头就麻烦你多看顾一点 孙秀景觉得十二岁的虎妮 智商眼界什么的都还挺出乎意料的 为人也挺大气仗义的 嗨 这话说的都是互相帮助 没什么的 几人在山洞口会合 都看到了满满的收获 你们可真厉害 这鸡蛋就跟囤了好几年那么多 徐秋良看着两个人被搂满满的 这一被搂至少得好几百个吧 孙秀景也觉得太夸张了 可虎妮说明天煮点茶叶蛋去摆 也给他带些去火车上吃 鸡蛋大小不一样 人家要挑大的不要小的 还不如小的煮了麦一样价钱 就捣毁了一个野鸡群 那附近窝里的蛋到处都是 不捡到时候都孵化了 那就可惜了